我们这次三冬号的航空母舰 我觉得那个江宁讲得很对 就是说它经过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才50公尺深 那航空母舰能干嘛 连潜水嶺都不能干嘛 对不对 太浅了 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航空母舰用的地方 应该是在西太平洋 就是我们讲的菲律宾海的海域 那海域是全世界最深的海域 全世界最深的海域 它在那边运作起来比较方便 所以你看三冬号都在那边运转 那对台湾有没有威胁 可能不是用打台湾用 是阻挡美军用的 阻挡美军用的 可是我们这两天 我们台湾的海峰大队 发布个新闻 我看得很兴奋 可是我也很忧虑 新闻是什么 它说我们用熊山飞弹 我们就把山东航空母舰 在台湾海峡给打挂了 我听得很开心 我们熊山飞弹多便宜 航空母舰动不动就100亿 我们只要发个几颗熊山飞弹 就可以把航空母舰打挂了 可是我有点怀疑 我不晓得肃将军怎么看 我也怀疑海峰大队有这么厉害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从某一个210的将军 在那边乱讲话 210了 他讲说我们用一颗熊山飞弹 打成它一艘075的 那个军舰跟一般船不一样 它里面有隔舱设计 你这个地方 那我们熊山飞弹 你看上次打那个渔船有没有 它不是从空中往下打 它是这个巡航飞弹 它这样平地打 是打它水线上面 那打破一个洞 以后它把那个舱门关起来就好了 你一方不见打成大和号 我问的是说连打都打不到 打可以打得到 我们要对我们国际还是有信心 有信心 但是你这个你要用 事实上去我们不能学乌克兰 整天吹牛没有一件事是真的 那也不好 我在讲 这个我真的不愿意讲 我们台湾真的不能买F-16 因为没有机场 我终于调之地讲老实话了 你制空作战 我们讲制空作战 一般都以为是空中飞机在那边打 最好的制空作战 有把你机场打掉 那你们飞机一天起飞都起飞不了 所以我们的飞行员你不要担心 没事 它不会起飞的 那个跑道被炸掉 连起飞都没办法起飞 跑道被炸掉你怎么起飞 虽然说我们有强化水泥 很快可以铺上去 我跟各位讲 你知道月战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清泉缸机场 美军它所有飞机不敢放在越南 放在我们台湾 B52是在台湾起飞 那月供多厉害啊 它三个人就把你这样 一个跑道炸掉 它干嘛 它化妆成农民 对不对 用个迫极炮放在那边 角度算好 知道你这个跑道在这个地方 它一个迫极炮放在那个田里面 砰砰砰 三发炮弹过去 把你那个跑道炸个洞 你飞机就起飞不了 所以美军在越战的时候 它的战斗机是从航空母舰上面 起飞在F4嘛 那它的轰炸机是从我们台湾清泉缸起飞的 那我们现在台湾你现在讲这 我们应该要的是F35B 那种是垂直升降的飞机 是到处才可以起飞 到处可以降落 你现在到处 对不对弄机场 台东那边也说改了一个战备跑道 对不对 平和公路也弄个战备跑道 就表示说我们可能出处威胁 我们这些战斗机没办法 那你战备跑道就有用吗 你没有用嘛 你有战备跑道 飞机降落之后 你要给它加油挂弹 你要有这些东西啊 你这些东西台湾 我说实在话 有没有台湾的第五重队埋伏在里面 不是啦 你战备跑道会被炸坏啊 不是 不要用飞弹打 台湾如果战死的话 有没有共军的第五重队潜伏在这边 就想用迫极炮就把你轰掉了 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F16 我觉得这都是假议题啦 是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呢 我们要不到 那现在这个 我们可能还没有 也还没有看到啦 所以后续还要持续再看嘛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 在大陆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再有最新的消息 这新一代的096型的核潜艇 那么这是第三代的核潜艇 能够携带16到24枚巨浪3的洲际导弹 推移中将上华明说 上映就说了 这个096核潜艇没有传动轴 噪音变得非常的低 叶片角度调整推力出来了 这两项突破呢 让它的航速增加噪音减少 而且因为没有传动轴 所以在船铁空间空了很多 也可以多带飞弹 同时呢 这个部分技术是很大的突破 而且更近更快 吸弹更多 对美国来讲是很大的威胁 帅家军讲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现在这个096 大概它在全世界 具有核攻击潜艇的国家只有六个 其中一个最大的国家叫俄罗斯 它最有名的这个潜艇是台风级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很大一条 可是它的带弹量顶多只是比现在这个096 它是可以带20枚 那我们可以 不是 20个发射孔 对不对 这个我现在096是16 是比较少4个 4枚的这个战略弹道导弹 但是它船体大很多 船体大很多当然受攻击的机会就大很多 那为什么096现在出来 可以以比较小的船体 那携带那么多的核检验就是帅江心所讲的 它的整个新的设计 它可以减掉船头这些 都存在很多空间 让官兵可以在里面 其实你不要看海军官兵 他们在检验生活很辛苦 对啊 对 那个如果说没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很难生活在下面 就一直就整个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它必须里面 不管娱乐社是什么都有 你不是光打仗而已 你必须平常提供台湾 一下去可能两三个月不出来 那现在它可以带16枚 16枚每一枚巨浪三 它可以带10颗的核弹头 也就是说一艘核潜舰 096可以带160发的核弹 那你想想看那种威力有多大 还有它在中国的沿海 它不要到第一岛链 不要出第一岛链 它就可以攻击美国本土 所以对美国来讲 威力也是很大 另外你现在相片上面看到这一艘 我们现在相片上面这一艘 是094 096跟它最大的差别是 它没有上面那个龟背 就乌龟那个背 这边看到的是094 对 因为它有一个龟背 突出来有没有 它为了放它的核导弹的弹舱 那它必须要突出来 那你不要看 核潜舰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它突出来这一块来讲 对它来讲浅航的时候 这个水的阻力 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噪音 那另外它这个096 它还有改进很多地方 包括它的推进器 它用第五代的这个避震阀 还有第三代的减震器 那这些加上去之后 它的噪音值只有95分贝 那094上一代是100多分贝 那我们从这数据里面 我们就可以比较出来 就可以了解到说解放军 它发展这个096 它的这个科技在这方面的进步性有多大 第一个空间增加了嘛 同样一个船我可以多很多的空间出来 增加官兵可以在船底下生活 作战的时间可以更久 第二个我可以携带更多的核弹 对不对 094只能携带12枚 它现在可以带到16枚 而且094所携带是巨烂2 可是大家不要认为096出来 094就淘汰没有 还有供军还是有094 所以它这个核武当 它的核武器整个总弹头 现在总数是500多枚 那要分配到核检件是不多 可是这对美国来讲 也是一种威吓性的打击 不过我在这边要特别说 我们台湾的民众不要怕 不要担心 因为这种武器不会用到我们台湾 只要我们不接受 吴钊燮所讲的接受美国 核保护伞的保护 我相信共军 他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台湾 他不会用这种武器来打我们台湾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谢谢将军给我们这个 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解析